这是我在拉萨住的酒店 280元一晚上 它这边有配备的酒店方面的供养 另外这边还有一个小的蓝色的 就是一个滋养机 它里面装水就行了 但是我建议装纯净水 不要自来水 自来水里面有氯气 然后呢 这边天气比较干燥 所以说这边还配备了一个 掐湿器 这是我带的一个血氧仪 网上买的很便宜 几十块钱吧 我测一下 你看一开始是好的 是绿色的就是正常的 但是呢 你看现在跳到83了 那说明我现在就有点缺氧了 如果就再往下走的话 说明其实对身体是不太好的 所以说大家要备一个比较好一些 酒店方面呢 还给你免费提供的水 这个水呢 建议多喝一点 对自己有好处 这里的浴室呢 它还会提醒你一个温馨提示 它会告诉你 出道拉撒请您尽量不要洗澡饮酒 因为怕你高原反应 这个确实要注意一下 这边呢是一个中央空调和旁边一个泥满式供氧气的出口 这个有区别 这边呢还免费提供给你红颈天 这个呢可以帮助你克服高原反应 其实我在来拉撒之前呢 我就买了葡萄糖饮品 因为这个高原反应的问题 其实我在网上看了很多很多资料 所以说有备无惯吧 这个呢 而且是这个比较方便的折叠一下就可以打开了 我就怕这种玻璃的 所以说建议买一点 备用着吧 如果说你真的想旅游游的话 起床后我才发现这些包装全部补包了 大堂里面 他们喜欢黄金色的感觉 就这边吃一点了 吃这些东西 因为这边的话 刚来的话 你只能少吃多餐 这个门 这个门 这个门是中心的路上 这边有很多虔诚的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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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新来到的拔货街 第一天就不去爬布达拉宫了 因为布达拉宫这个门票要预约 我是只能今天预约明天的 那么七天之内的只能去一次 赞助人在这边戴口罩的比例非常多 因为他们这边纸外线特别强 所以说即使没有防疫 他们也会戴口罩 这里就是拉萨非常有名的八阔街 因为今天是赞助的一个节日 所以说今天人特别多 他们很多人都拿到水壶 这水壶里面装的是奶茶 他们不停的围绕大昭市为中心 去赚一圈赚一圈赚一圈来获得祈福 这个汤沙还免费给我了一瓶水啊 这里是位于拉萨城边界的舍拉寺 舍拉寺的后面是一个天葬台 上去有很多路需要开车上去 这里是舍拉寺的电金草 这个白塔经常用来旅行设集合的地方 这里有个拉萨布达拉工农文创体验馆 其实里面有卖这种烧香东西 但里面确实是个石头 确实是石头 一个洞啊 洞穴里面 布达拉宫就建在这一座山上 他里面供奉的也是观世音菩萨 虽然说他们是信仰的是小乘佛教 跟内地信仰的大乘佛教是有区别的 这里刚好看到一位虔诚的佛教徒 他没走几步就要匍匐一下 由于布达拉工不让拍摄 所以说只能让大家看看外面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